你對他這麼好 他那個舊子大典 請問有請你嗎 我剛剛要來的時候 收到傳真 傳真喔 還在印 那先傳這個信息 傳這個信息 問你要不要去這樣子 對對對 你會去嗎 一定要去 我剛剛收到那個 好像是國宴在台南 對對對 我現在聽到的都是國宴 台北如果要去的話 就他們有準備列車專列 那你要付錢的 就回來也是做那個專列 高鐵啦 你要自己付錢喔 要自己付錢 對對對 就是你如果搭那一部車回來 因為他有北部的 中北部的貴賓嘛 要去嘛 那我們還在想要不要去 如果黨團決定 黨決定都不去 那我還要不要去嘛 因為這好朋友 不去的話要怎麼弄嘛 而且台南鄉親也那麼多 辦在台南 台南國民黨大概就只有我一個 那你不去 那去了以後全部都是民進 只有你一個 你要不要去 你敢不敢進去 所以就職大典還有就職的國宴 也是有牽涉到需不需要假動的 一個問題 對要討論嘛 因為黨是這樣嘛 因為第一個 他還沒有做事 然後也許他在520的講話 他的文告呢 如果說是有對於台灣的 就是說對在野黨有善意 那對兩岸呢 也有一個穩定的說話 那對國際的外交 他也有一個目標要努力 就是說他願意提出一個願景 譬如說包括能源 他願意轉向 這個當如果這樣子的一種講法 那國民黨你全部把它拒絕掉 恐怕這個時候人家說 鄉軍不打俏面林 胸前不打少年人 如果他是這樣子的作為 結果你又打錢 所以這個還是要審時度勢 那可是國宴 人家也不會等你到520 才問你才決定啊 你又事先就要 人請人家嘛 人聽話就跟你說不課前往 你打勾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這個 馬英九第一次的就職大典 那時候我是記者 那後來我其實有去那個 副總統百年基金會 那時候我們也是有辦 這種就是大型的活動 我不誇張 因為總統府有一個典禮科 他們其實大概兩個月之前 就要開始籌辦 包括院要排座位什麼這些 所以絕對不可能說 下個星期就要這個就職了 今天才傳真而已 邀請卡 而且那個時候 如果我們要辦活動 那個邀請卡大概三四個月前 就要開始一直不斷的打樣 打樣打樣對不對 然後要請這個長官過目嘛 因為要一直上千層上去 這個真的是有經驗 這個部分他們應該有做 只是在確認人的部分 那他不可能說先發給民進黨 然後等國民黨這邊看 一定要發就要一致發 所以就像你這個經驗 看他們好像有一點慢 對 感覺起來就是不知道 到底要邀誰那種感覺 到底該邀多一點 還是該邀少一點 那是怎樣 覺得 覺得 乾脆不要邀算了是不是 好像又很怕人來鬧場 那種感覺 好像就不知道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啦 不管是我自己 因為你看像那個時候 我記得那個時候 只要是總總就職前 大概一兩個月 大家就知道說 表演活動是誰來啊 後來會有哪些 這些很多訊息都會出來嘛 那憲德在這次特別的安靜 特別的安靜 到有一個 大家都忘記 還有520這件事 我那天差點還畫了休假 你知道嗎 然後花休假之後 我就有一天在家想 不對 520 為什麼我會休假呢 我就問我同事說 你幫我看一下頒表 我有沒有填休假 他說有耶 你填休假 我說 喔 趕快幫我擦掉耶 你不覺得是有大事 是要發生嗎 哎呦 哎呦 你看嘛 一般來講 照這個交接的過程 對啊 其實新的要就職的人 應該會有很多 新氣象的消息會出來 對 為什麼沒有 你看光是這個廢除死刑 我想賴清德 絕對不敢說他支持 可是他也不敢出來 講說他反對 對 那就任由這個大法官去開 4月23 那三個月以內要裁出來 對 七月底啦 差不多 那三個月如果沒有裁出來 可以再延兩個月 對 那你看 這要把他裁出來說 廢除死刑 跟87% 84%以上的名譽 那天我們線上面對面做92 對啊 我在台南市做也是84以上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這對 對臺灣整個名譽的 這麼大的一個對抗 那你在一個新政府一上來 就面臨這個 第二個 特色阿扁 對 我今天這樣講說 說現在如果520前 特色阿扁 那這個是蔡英文 這個帳就不算他的嗎 蔡英文完全是怎樣 不給賴清德做功德了耶 不是 賴清德不敢碰嘛 對 因為賴清德有答應 要特色阿扁 對 那為什麼你現在給你 你不敢做 那應該他都有答應了 蔡總統你就把這個 留給這個功德 留給賴清德去做就好了 對啊 你記得臺灣最早連署 特色阿扁的議會 是哪一個議會嗎 台南市議會啊 就你們嘛 就是台南市議會 我是沒簽啦 我跟我說 第一個 也不認錯 不認罪 不道歉 不還錢 你要怎麼設 海角七億還不知道在哪 算一算還有十一億耶 那這是有查到的喔 沒查到那也不知道 這是因為他們的小姐姐 他們的媳婦有去動了一下 才拆康 那些沒有動的咧 沒有動的在哪裡啊 都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這個確保他願意 我不是說不能特色啦 對於元首 現任的 前任的我們都給予一些優惠 給予一些特殊的待遇 我可以接受 可是你犯了這麼大的錯 也判了罪 判了刑 那你不認罪 不還錢 還可以當主持人 再來我那天問了法務部長 其實我最早問這個議題 我說沒中 你有沒有叫你中統府 討論要特色阿伯的事情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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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 沒有 二月份咧 沒有 那一月份咧 有 為什麼是一月 他一月份進去的 哦 對 對 他就說是怎麼奇怪 謝榮介怎麼知道 他不知道民進黨有很多人 會給我討論 很多新聞 你知道嗎 你是台南有很多耳目 他們會給我討論 我告訴你 一月份 有嗎 你說有 那就是他們還討論到說 是只設罪還是只設刑 或者是罪跟刑通通設 都已經討論到這樣哦 所以你說如果在五月十九以前 設了再來你不要以為 他規定大法官 他是規定辯論完了以後 三個月以內採喔 三個月 我一個月以內採可不可以 我五月十九採可不可以 尷尬了 都把你穿著 穿得好 讓你穿著 把你撲紅地探 讓你順利 這樣就表示他後面四年很順利嗎 不一定啦 我跟你講那是海浪坑 不是痛坑啦 那在海裡的啦 穿著那邊要小心啦 不要踩到槍啦 太陽星全校客廢 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客廢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客廢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客廢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客廢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美負擔 每日客廢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有些綺麗的 臨時有些途中的 我不自然的 佔她在找你 糰心圓中的 兩瓦 都很難 像 也 現在 咲 掌握 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